锁向放大器是一种可以从干扰极大的环境中对特定频率进行锁定 还能在更高的相位维度进一步聚焦步调一致的范围 从而滤出噪音提纯目标信号的解调器 打个比方 锁向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就像从一堆沙里淘金 首先进行频率锁定 也就是洗沙的工作 将目标信号确定在一个范围内 然后再通过更高维度进一步聚焦范围 去除多余的噪音提纯目标信号 就像是通过辨别颜色去除沙块挑选金子 锁向放大器的发明极大的推动了人类对于微观领域的探测 比如搭配了锁向放大器的原子力显微镜 让人们可以观测并且操纵原子 使科技从分子级步入到了原子级 也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打下了技术基础 除此之外 军用领域 雷达 卫星想要探测一些微小物体 比如国外的小型间谍装置 就需要锁向放大器的辅助 民用领域 在一些电子电工的仪表 对人体健康的监测等方面 锁向放大器能帮助人们更早地发现问题及时预防 在未来的跨星际文明中 对引力波的探测 太空中定位等方面 也离不开高精度锁向放大器 所以不管是在军用 民用 还是科技领域 锁向放大器都是精细化感知监测 不可缺少的一块基石 但是在2000年以前 我国自主研发的锁向放大器 技术水平一直赶不上国外 这一台1972年 尼克松访华时特批进口的机器 就在中科院服役了许多年 2000年之后 虽然国内出现了性能基本对标进口的锁向放大器产品 但由于该产品的实用场景 试错成本较高 用户处于惯性 依旧会选择市场上成名已久的外国品牌 2018年 国内建口锁向放大器 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并且还成逐年递增的趋势 因此 我们想要解决锁向放大器 被西方近乎垄断的情况 做出国产的高精度锁向放大器 打响国产品牌 在市场中的知名度 势在必行 在中科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 十四五重点仪器公关任务的推动下 中科院物理所陆骏 带领的翠鸟团队 作为国家第一梯队 参与锁向放大器的研发与推广 目标就是要早日实现 将锁向放大器进行国产化替代 现在翠鸟团队已经率先研发出了 采用测评锁向算法的虚拟锁向放大器 相比其他的虚拟锁向放大器 翠鸟团队的产品 能够从更多维度 去锁定需要探测的信号 并且在多项关键指标上完成了反超 实现了带宽达到20GHz 动态范围达到140分倍 测评精度1PPD 均为国际最高水平 目前翠鸟团队新型锁向放大器产品的用户 来自全国多索顶尖研究单位 国际科研界也对我们的产品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为了尽快将产品市场化 在市场上建立起国产品牌形象 实现锁向放大器的进口替代 团队正在跟产业界开放合作 进行市场推广 应用开发和产业布局 同时继续探索前沿创新基础研发 未来正呼啸而来 而我们定将会是先看到未来的那一批人 抢占未来 从今天开始